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外婆竟然是亲母的那件木乃伊事件的最新后续 昨天,韩国警方对媒体表示 在石某生下的孩子与金某生下的孩子的血型上 发现到非常重要的证据 透过血型分类法来看的话 金某生下的孩子 也就是目前下落不明的孩子的血型是 在金某与前夫之间是无法出现的血型 而石某生下的孩子的血型 却是可以在金某与前夫之间出现的血型 有点复杂吗 也就是说,按照血型分类法来看的话 爸爸妈妈两个人的血型都是A型的话 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出现B型的孩子 只能出现A型或者是O型的孩子 所以比方说,金某跟前夫如果都是A型的话 两个人之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B型的孩子 但是今天金某却生下了B型的孩子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孩子是金某与别的男性的孩子 如果之后知道血型不一样去检验亲子关系的话 马上就会被发现到真相的 而这个时候刚好,石某生下的孩子的血型 却是符合了金某与前夫之间可以出现的血型 所以金某与石某母女两个人就共谋 将两个孩子给换过来了 总整理下就是 金某与石某母女两个人 在有丈夫的情况下 都生下了与别的男性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已经确定的 而是目前警方的推定而已 到现在为止 石某还是主张自己没有生过孩子 金某也是主张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 不过警方也在石某的电脑监视里也查到 石某在三年前用电脑搜索了生育准备 SELP-3等的关键词 SELP-3就是不去医院再加上孩子的意思 一直主张自己没有怀孕的人 为什么要搜索生育准备SELP-3呢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DNA都确认了还否认的理由 应该就是与很难公开的孩子爹 发生了不应当的关系吧 母女两个人共谋的可能性非常大 女儿因为不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就丢弃了 送孤儿院就好了 唉 太残忍了 所以金某确定是石某的女儿吗 我会继续追踪这个事件的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以新专机的主打哥 来了回归的IU 在回归的同时 就以自己的名字 IU加上粉丝团的名字 YUNA的 IUNA的名字 向单亲家庭青少年支援机构 以及支援听障人士的慈善机构 各捐款了5000万韩币 共1亿韩币 所属公司在官方埃及表示 想要与默默等待IU 正规第5章专机的YUNA 一起分享春天的温暖 希望接受心意的人 以及期待的YUNA 所有人的心中都能有春天来临 虽然说IU的善心 说多了也只会让牙齿流汗 但是还是必须要说一声 人美 亲美 歌美的IU 是天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海外KPOP粉丝们的苦衷 2008 April 所以大家也有很难 或者是怎么样的 分辨不出来的韩文发音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